那么从这一次发掘的这些器物来看 那包括1980的话这些器物 无论是器物的这个制造技术 还是这个用料的这个情况 都与阴虚的铜类性没有办法相比 比如说这个铜器 那铜料很显然就和阴虚的铜器 没有办法相比 然后铜器的制作技术呢 也显得比较相对落后一些 它的表面啊 就是比较粗糙一点感觉起来 那不像阴虚青铜器 那么光泽亮丽 当然这是属于我自己的观点 但是三一堆呢 也有它比较突出的地方 一个就是它对于黄金的一个使用 那我想这个肯定是 明须要好得多得多 明须好像黄金制品是比较少的 那这种黄金制品呢 在三一堆目前已经出土了很多件了 包括一号坑里边发现的那件金杖 然后这一次呢 在五号坑里边发现的一件金面具 还有就是二号坑 发现的只见这个金面照同仁像 所以这一系列都显示出 三一堆遗址所代表的古史文明 对于黄金的热爱 对于黄金制品使用的一个平凡程度 那这些都是因虚所不容比的 然后呢就是三一堆对于这个铜器的形质 或者说它的形象的这方面的一个 一个一个构建呢 跟殷须也不太相同 我们三一堆一呢 就是它喜欢做那种巨像的 比如说那种铜神术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一棵树的造型 人头像呢 基本上就是人的一个造型 所以说这种呢 是在殷须是基本没有见到的 毕竟殷须所有的器物 基本上都是跟这个理质相关嘛 这种理器 所以说在三一堆呢 像这种理器都比较少见 所以说多数是那种巨像的铜器 所以这个呢 跟殷须不太一样 第三个呢 就是它的一些铜器铸造技术 尽管说总的来说 赶不上殷须遗址 但是在某一些具体的方面 它还是跟殷须不太一样 甚至可能比殷须还要生定一点 比如说这种铜器的套接技术 这个呢 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 在三一堆一致使用是比较频繁的 比如说那种铜神术的那个树枝 和树干的一个接口 基本上都是那种套接技术的使用 来实现的 所以说但是这种技术呢 在殷须基本上是比较少见的 殷须的铜器多数 绝大多数还是那种泛注法 从这一点 这个铜器铸造技术上来说 还是可以 还是比这个殷须要稍微先进一点的 这种铜器铸造技术上来说